吃 啊 我不吃了 高人胃就吃 我胃就不吃 重色亲友要不要这么迷信啊 我怎么重色亲友啦 我刚刚吃饱了 所以不想吃了 你跟我哥最近真是形影不离啊 哪有 正好他今天休班 带我去沐浴巡哪 快抱抱我 干嘛 把你的桃花分给我一点啊 还说呢 你这次折腾得不轻啊 怎么样 有没有进展 还行吧 总算是出高人对我的真正态度了 哥 你回来了 高人呢 他去找舒逸然了 找逸然姐干嘛 你管他干什么 医生说了啊 灌完这瓶就可以回家了 啊 这么快啊 不是说可以多住两天吗 你去跟医生说说让我再住两天 你以为这是旅馆啊 你又让我都住两天吗 你不会是为了博取高人的关注 而故意把自己弄病的吧 没有 没有 真的肚子疼啊 那你病已经好了 为什么不走啊 我 你赶紧带我嫂子回去吧 怎么了 我又没有说错 你赶紧跟我哥回去啊 不行 你赶紧收拾东西 等你一起走 求你了 我好不容易住此院 嫂子你帮我求求情 那你随时跟我联系啊 知道了 你们快走吧 玩得开心啊 慢点啊 找你半天了 在这儿干嘛呢 你怎么来了 小玄病了 我给她送过来 正好来看看你 小玄病了 那怎么不是宁为己送过来 别提了 你也难记 他哥这忙着谈恋爱的哪儿 还有事 那个 你在这儿干嘛呢一个人 晚上有没有时间 一会儿吃个饭 高人 小玄那么喜欢你 你为什么就不考虑一下他呢 你怎么突然把话题扯我头上了 你先回答我 难道 你就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吗 没有啊 我一直拿他当妹妹 所以说感情就是这么让人无奈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付出再多也没有用 依然 与其求之不得 不如尽早放下吧 那换作是你 你放得下吗 你先回去吧 我去病房看看 高人 小玄这么喜欢你 你还是对他好一点吧 虽然说 付出不一定会有回报 但如果一点回报都没有 又有谁会付出呢 有人不能说 我们走了 小玄那边交给你了 你是他哥 你怎么走了现在 他不走我也没办法 拜托你了 我 你在擔心小璇 小璇的性格很像我媽 一旦認定了 就很難放棄 她也不是小孩子了 又有自己的主見 你也別太擔心了 你看我幹嘛 就是覺得自己很幸運 不用像她們要經歷這些痛苦 可感情也不會一直甜蜜下去啊 要麼先甜後苦 要麼先苦後甜 等我們過了熱戀期 等我們的生活過於平淡 只要你在我身邊就夠了 無論是苦還是甜 我都只想和您一起分享 走吧 還要去給蝦球助你啊 買點吃的東西 ! 您好 您撥打的號碼暫時無人接聽 怎麼不接電話啊 你回來了 出去這麼久都不回來 也不接電話 我還以為你都嚇我走了呢 怎麼了 小萱 您以後能不能照顧好自己 你看你這一邊有多少人跟著為你擔心 嚇死我了 我還以為你什麼事呢 我跟你說正經事呢 你以後不管是為了誰 為了什麼事 都不要傷害自己 不值得 好 我答應你 說到做到啊 說到做到 行 這才是好孩子嘛 我餓了 好 我給買東西吃 快點回來啊 還說不在乎 男人都是大主題 所有的情話 沒誰有一輩子說到老 我給你 小家 要不要再坐一會兒 不了 回去還有一些事情要處理 今天忙了一天 也沒陪你找到林凱 我已經找到林凱了 就是他 有浪貓 人們看他 都是以寵物的身份看 而我想試著表現出 他們作為動物 在這個城市的生活狀態 是個很好的點 應該會脫穎而出的 看來貓真的是可以給你帶來幸運啊 就像沐老師說的 來自 描心人的愧贓吧 好了 我真的要走了 好 我真的要走了 我才會說痴 嗯 時間不會痛 誰也不 論著誰 愛情從不找 不知道 到後悔 我只想用盡一生 泛華 裝填你的荒蕪 而起 老的 我走了 慢点开车 拜拜 看什么看 走吧 带你洗澡 走 不响 又响 感谢观看